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南北朝的稳润 所以内容比较多 我们时间抓紧一点 我们大学里上课 有些课是安排的比较少 老师就像导师一样 给大家导一导 那么大家自己回去 用大量的时间的跃动 南北朝的岳父民歌 南北朝的岳父民歌 我们先介绍一下概况 南北朝的岳父民歌 虽然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但是由于我们中国 南北长期对峙 北方又受鲜卑贵族的统治 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的风哨 自然环境等都大不相同 因此南北民歌也呈现了不同的色彩和情调 南朝的民歌 主要是表现男女爱情和反映婚姻问题的诗篇 诗歌以巧用双冠 协身 隐语建成 公语抒情 我昨天已经 前天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 南朝实际上是相对稳定的 是不是啊 原家有三十年 永明有十一年 梁武帝 一当皇帝就到了四十八年 前面都是稳定的 实际上相对的也说稳定 动论的时间呢 和稳定的时间相比 还是稳定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经济发达 文化繁荣 所以他的诗歌呢 技巧也比较高 那么北朝民歌呢 主要是反映北方民族丧武的精神 和反映恋婚姻的诗篇 他的风格呢 相对的说比较粗犷 比较粗犷 那么南朝的约夫民歌 今天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呢 主要是郭茂倩编的一本《约夫诗节》 郭茂倩编的《约夫诗节》 那么《约夫诗节》里面有《青桑雀词》 那么当中有《无声歌》和《西曲歌》 南朝的《约夫民歌》为什么都是情歌呢 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由于这种民歌并不是来于广大的农村 而是以城市都院为其摧原地 而是由于统治阶级呢 有意识的采集 那么南朝统治阶级呢 我们说 基本上除了开国的皇帝以外啊 基本上都是比较腐朽的四座帝主 他们采集民歌呢 没有官方所致贺博的那个时候的意味 所以跟汉尤夫不同 而只是按照他们的趣味 想着的要求来加于选择之中 所以有些反映国际民生的民歌 他没有选进去 所以没有保存下来 那个时代肯定有那些民歌 但是没有保存下来 非常遗憾 那么南朝越复民歌的四项内容 我们大家看看 第一是强烈地反映了恋爱与婚姻的不同 不自由 像《华三鸡》《奥囊歌》《子叶四十歌》《夺曲歌》等 第二是反映了恋爱过程当中的男女不平等 这种现象使在上层社会 在大都市里更加显著 因此在这些当中 虽然与少女们青春的欢笑 但是更多的却是对男子 复兴被遇的猜疑和哀怨 如《子叶冬歌》 如《子叶歌》 如《奥囊歌》等 从这些四座当中 我们不禁可以看出 女子的坚真爱情 而且又可以看出她们的悲惨的命运 第三 反映了不少被缺弱的妓女们的悲愁 明歌当中有很多妓女们的悲愁 南朝明歌 很多类似于商业发达的大都市 比方说《寻阳热》 一些歌词 诗歌反映了妓女的悲愿 叶斗娘 茶乐佳 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输出了她们的酸心 第四 也有少数诗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 有的作品是结合劳动人的描写爱情 有的是女子的多唱 比方说《拔补》 《拿猴瘫》等等 第五 南朝明歌 除吴歌 西雀以外 还有神仙缺十八首 也所欣伤缺辞 这是江南 建业 建业就是我们这里的南京 明剑 玄歌 于余神的极歌 这个和草词里面的九歌 比较相似 那么神仙缺 也具有人神恋爱的特点 恋爱的特点 南朝明歌的艺术特色 我们可以看看 它是体材短小 都是五言四句 和周翰的明歌不同 第二是语言和清新自然 清新自然 第三 广泛的应用双关的谐语 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英语 有一底一面 一类是同音同字的 一类是同音一字的 我们可以说 这些明歌的时候 大家都要注意 那么 这个书 南朝幼父明歌 最有名的代表作品 是《西周曲》 这一篇收到 《与辅思集的青双曲词》当中 全篇通过积极变幻的描写 表达了一个女子 对所爱的男子的深场思念 歌词音界和谐流畅 语言婉转动人 显示出成熟的艺术技巧 我们可以看一些南朝的明歌 我们的作品选里选的比较多 选了29首 我们讲几首吧 先看一首子叶歌 四月是狼似两姓王如焦 礼事若馋及何物不成片 四月是狼子 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跟你产生了我们两个 同心的愿望 同心的愿望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是不太可能的 那是妓女 实际上有时候她也是 盼望着那种正规的那种生活 正常的那种生活 实际上往往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原来的一种要求 子叶和克斯相传 大概是近代一个名叫 子叶的女子所创作 那么有辅司机呢 把它收录到青双曲无声歌曲里面 无声歌曲是产生的 无地的一些歌曲的总名 其中包含了很多的曲调 那么子叶歌曲的 一共有42首流传下来 都是男女练歌 男女练歌 思域色狼是两姓王如耶 我可以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很爱你 希望我们两个 这个同心相爱 理事若残疾 何物不成P 理事若残疾 残疾就残缺的之机 何物是什么之道 P呢 这里是用 思者不成片段 隐喻情人不成匹配的意思 第二首大家看到 精血已欢比 精血已欢比 汇合在何时 明灯 赵空觉 悠然未有其 这首诗歌呢 也是用了隐语 悠然 悠然未有其 悠然就是点游的意思 因为他讲到了明灯 所以悠然 悠然未有其 悠然未有其呢 这是空觉的 是双关语 双关语 这首紫叶四十歌 紫叶四十歌 自从别欢后 欢就是对狼的称呼 对狼的称呼 对南方的称呼 自从别欢后 堪音不举响 黄渤向春生 苦幸随日长 这是一首 紫叶四十歌 四十歌呢 也叫四十歌 紫叶四十歌 也叫四十歌 我们今天 苏南曲调当中 有一首叫四级歌 四级歌 周玄昌的四级歌 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 春天里怎么样 夏天里怎么样 秋天里怎么样 冬天里怎么样 实际上你想想看 你比如说我小时候 听到的这种民歌 距离今天已经五十年了 对不对 我小时候十岁听到 我现在六十岁 那么五十年了 我想是一样的 你再往前推五百年 说不定也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 所以民歌一些演变了 它的演变 有演变 但是不是很快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 我们今天听到的 很多个 很多个古代 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并且经过演变而成 我们有一部电影 香港拍的叫三笑 不知道看到没有 它讲的是 唐伯虎点秋香的事情 但是里面用的曲调 完全是 全部都用苏南小调 我建议大家 如果要研究 无地的越富民歌的话 大家去听听那个苏南小调 基本上 不如民歌的曲调来唱的 唱得非常好 好听 叫三笑 一二三的三 笑声的笑 这个电影在二三十年以前 比较有名 大家可以看看 里面全部 歌词全部今天停的 但曲调用的 完全是苏南的小调 非常动品 大家可以领略一下 这个无歌的一种风貌 无歌的风貌 你想这个子叶四十歌 春歌怎么唱啊 自从别欢后 贪音不去想 黄渤向春胜苦心随日长 这是春歌 夏歌怎么唱啊 田禅四一变 师父忧苦生 当属里师父 实际于行人 这是夏歌 下面是秋歌 秋风如窗里 罗障其飘扬 两头看明月 寂寝千里光 东歌 冤病后三称 数学付千里 我心柔松抱 君琴和佛和事 佛和事 这个四首歌啊 今天我们看起来 大家都很通色一懂 通色一懂 四首歌是不是同一个人做的 我看不是 你特别像秋歌 不像 你想春歌 夏歌 冬歌 夏明歌 秋歌 大家仔细看看 像文人创始的四歌 他的抒情性特别强 第一首讲的是 自从别欢后 贪神不去想 这个完全是明歌 第二个 田禅四一变 忧父思苦心 当属里吃货 此机行人 也很简单的 第三首 写得特别好 秋风如窗里 以罗杖起飘扬 仰头看明月 寄情千里广 第三首 古今是一个自治分子写的 所以大家读诗歌 有时候领略一下 里面其中的一种意味 领略的意味 第四首 愿病后三称 复雪 复千里 我心容松抱 君请 佛侯寺 所以我们 这个子叶四十歌 今天我们讲课 只能够用念的方式 古代 古籍都是演唱的 说不定一遍一遍的 循环演唱 唱得非常快乐 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读文学 读这些文学 只有用念的方式 大家觉得趣味不太有 但趣味也有 但是不像唱得那么样的动听 下面一首 大家看看 华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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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记 为农死 多生为谁死 农 上海人叫农是你 苏州人叫农是我 苏州人 大家注意 这种方言 大家理解完全不同 今天的上海人 动不动 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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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就是你 苏州人说农啊农啊农啊 是我 大家要注意 这是苏州 苏州的死 华山鸡 华山鸡什么意思呢 华山呢 在我们江苏省居荣县的北面 有一个华山 鸡就是附近 也有人说 华山鸡呢 可能就是一首 勾到前面的几个字 没什么意思 也有人说 这个发生在华山地区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大家看看 很熟悉啊 大家看看 君记为农死 多生为谁死 你既然已经为我而死了 我一个人活着还干什么 欢若借连死 怪莫为农可 欢就是狼 然后你今天你死了 你躺在棺墓里面 你如果可怜我的话 棺墓为我打开 我跳进来 跟你一同胀一血 大家一想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故事 我们今天所谓的 梁山鸡与 周英腿的故事 是不是啊 梁山鸡与 周英腿的作者 肯定采用了这个情节 把它也加集到 梁山鸡与 周英腿的故事里面去了 最后梁山鸡与 周英腿 也都是如勾如气啊 大家看的是非常之的动情 外国人问周恩来 这是什么歌 周恩来很有意思 他说就是中国的 罗密尔与朱丽 外国人一听就明白了 原来那么好好听的 那么好看的一个故事 那么动人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有些同学研究 民间文学啊 可以研究 像这些都是民间文学里的提成 梁山鸡与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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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我们今天城市里听不到计较 农村里早上天还没有亮 将要亮的时候 机可以叫 并且这个公鸡是拼着命的叫 把你大家都吵醒 古代没有始终 公鸡确实起了报销的作用 但是男欢女爱的时候 睡觉真好的时候 大家最讨厌这个计较 把我吵醒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要打色长鸣鸡 淡去乌浊鸟 乌浊鸟也是在天亮的时候可以叫的 下面发一个希望 愿的怜悯不佛属一年之一小 一年都一小就是一年只有一小 希望就是每天都是黑夜 可以睡觉 一年小一次 这个倒实际上是不难做到 我们今天到南洁或者北洁去的话 你半年可以见不到阳光 是不是 这完全可以 开玩笑 摸扯路也很有意思 木筹在何处 木筹时晨熙 亭子打两奖 催送木筹来 下面这两首非常有趣 文欢夏阳洲相送将近晚 我送你到江陵 我送你到江陵 我发一个愿 愿什么呢 我希望你传开到半路的时候 在靠路之调 那么叫你呢 叫你回来 叫你回来继续陪我 我估计这个是妓女的 妓女的一首歌 我们封建社会里有妓女 这个妓女有时候 她爱上了一个男子 希望这样子 没想到这个男子啊 还是比较绝情的 要走掉 考着帮更灭 卤着帮更安 各自是官人哪个倒头还 这个考着掉了我重新找 卤着掉了重新安一个 各自是官人 各自是官人 那么我呢 哪个倒头还 我是做官的人 必须要到官场上去 我怎么能够半途回来呢 是不是 也有人说 这是夫妻之间的对唱 这个我们大家每个同学 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觉得什么样子更合适 那么南朝的优父民歌当中 最有名的是一首 西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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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南方的一首歌群 大家得过没有 得过没有 得过我首先问问一下 这个梅是什么意思 一梅下西州 这梅即江北 担散信子红 双兵雅处射 西州在何处 梁将桥头渡 日末薄绕飞风吹乌酒树 一梅 这是两个梅 第二个梅是梅花的梅 第一个梅什么意思 我跟我们很多老师 有个讨论 这个梅 这个梅里面 不是我们今天的梅 北方的叫大公子 梅 南方很多地方叫大公子 是梅 梅 你们想想看 农村里的同学 农村里的同学 想想看 有没有有些地方 有没有有些地方叫人家大儿子 叫梅的 小名叫梅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吗 那个同学站起来看一下 不要紧 你讲一讲有没有 就是有些人的名字 有梅的名字 有梅的名字 他是不是大儿子 是不是大儿子 那他那个梅是女子 你怎么不要紧 同样一个声音就是 这个梅是不是大儿子 对对 坐下 呃 我是 推车温岭人 我们温岭那里很多地方大儿子都叫他梅 父亲叫儿子梅 啊 什么样子 第二个叫月 妞 这个 南方的称呼不叫北仲实际 北仲是北仲实际 所以这个梅呀 我的看法 你其他的梅带进去翻译的话 大家呢 难翻译 实际上就是南方的一个大公子 大家试试看通不通啊 一梅下几周 西周 这梅几江北 丹山姓子红 双兵雅出色 我心不懂的男人是个大公子 大公子呢到西周去了 我呢 做了一次梅寄给他 表示我对梅的思念 是不是啊 声音一样 啊声音 梅都是声音一样 啊 丹山姓子红 双兵雅出色 啊 这个是描写 呃 啊 门中入垂垫 可门狼不子出门摧红脸 摧莲南唐秋 莲花故人头 低头龙莲子 莲子清如水 姿脸怀袖中 莲心彻底红 一朗狼不子 娘舍望飞红 红飞满溪这望郎上青楼 楼高望不见 近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雀 垂寿明如月 举念天字高 海水遥孔绿 海水梦悠悠君筹 我夜筹 啊 南风自我意吹梦到西周 下面 通了 我认为整首诗歌当中 你只要把第一个梅解释清楚了 下面整首诗歌非常好理解 是不是 这是一个女孩子写的 啊 这是一个女孩子写的 表达一个女子 对所爱男子的深长的思念 啊 全篇的通过季节变幻的描写 来写 这个歌词的音节啊 和谐流畅 语言婉转动人 呈现出成熟的一种艺术技巧 这是南方的约夫当中最有名的一篇 啊 北方的约夫民歌当中最有名的是 穆兰茨 啊 穆兰茨 南方当中最长最有名的一篇 就是这一首西周曲 这首西周曲